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刀小事 管仲与齐桓公 在上一集之中 我讲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西周早期的周公 他发明了天命道头 是儒家和法家的共同的精神教父 这个结论很重要 但是周朝并不是像周公想象那样 周王是一直伟光正 一直高大上 没有 那么在公元前776年 古希腊的雅典召开了第一次古代二林匹克运动会 当然我今天请大家不是来看奥运会的 我是要请各位来谈法家的 仅仅过去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771年 西周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就是著名的周幽王烽火系诸侯犬荣攻陷了高金 那么西周自死灭亡 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东周 那么东周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前半部分呢 我们称为叫春秋 那所以啊 这次烽火系组后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除了历史开始东周春秋时期开始以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处于 附庸地位的秦国出兵秦王 他们帮助周平王 平定了少数民族迁都洛阳 所以呢 秦开始获得了诸侯的身份 他们才开始封的是伯爵 因为在西周时期 秦是没有爵位的 他们只是附庸 他们处于这个 相当于这个周边的蛮夷 孔秋不是有华语之变吗 他们虽然是蛮夷的身份 所以呢 秦在中原诸侯的眼中 他一直是属于一种半开化形式的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不受待见 那么我讲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西周建 那个东周迁都大概一百年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685年 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 发生了一系列的宫廷政变 齐湘公的弟弟 同父义母弟 公子小白 通过竞争上岗 他把他的兄弟公子舅给干了 然后获得了齐侯的这个诸侯的地位 那么他成为齐国的第十五任国军 这位公子小白 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 春秋五八的第一人齐桓公 那么齐桓公呢 他是非常想去做一番事业的 所以呢 他就向他的师父 鲍书雅 说这个老师啊 我要我要成就一番事业 我请什么人做相国比较好的 这个鲍书雅就跟他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管仲 但是齐桓公听到管仲说 他就不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争夺储君位置的时候 管仲曾经暗算过齐桓公 他向他射了一截 差点把他给射死了 然后齐桓公装死过关 操小道回到齐国夺取的军委 但是包书雅说管仲这个人是人才 你非用他不可 齐桓公这个人有好处 他对他老师 包书雅的所有的话都相信 齐桓公说我就信你一次了 所以他就立马把管仲从鲁国招回来 当时管仲因为他的政变失败嘛 他就逃到鲁国 这个管仲刚回到齐国不久 连求医都没来得及脱下 齐桓公就向他问 如何来治国 如何来 成就一番事业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管仲败相的事情 他刚刚作为一个囚犯回到了齐国 就任命为齐国的国相 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了一场涉及内政外交和军事经济的综合改革 我们始称为管仲改革 而管仲呢 这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发家代表人物 他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发家最早的有正直纲领 并且施政成功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对后世的发家是产生很大影响 当齐桓公和管仲谈认这种霸道之术霸王之道的时候啊 齐桓公大喜过望 称他为相父 我们知道后面这个三国时期 刘善称诸葛亮也为相父 这是非常尊敬尊称的一种方式 唯一他非常高的正式 所有的事情你不要通过我 你自己去做 你放手去做就行了 去信任的这种地步 后来的秦孝公对商鞅也是这种信任 你随便去做 你不要向我汇报 那么什么叫霸道之术霸王之道呢 那就是发家的霸道嘛 这是在前面说过了 所以这个管仲是正式把霸术霸王之道提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第一人 当时时间是公元前685年 这个说起来华夏又可悲了 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霸术霸王之术是公元前600多年 就2700年前 但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社会产生这种绝对君主制 产生这种法家这种法西斯政权的想法 第一人是16世纪的一个人 我说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 他叫马基雅维利 他写了一本书叫君主论 你有印象吗 有朋友看过 这个君主论另外一种翻译的名称叫什么 霸术 他讲的就是类似于管仲和商鞅的这种帝王之术 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按照当时的标准呢 这个管仲实际上不是一个成像的合适人选 因为他出身贫寒 并非氏族贵族 当时的官员需要有这种贵族出身 早年呢 跟别人合伙做一些小生意 而且他出资赏拿大头 抱住他就经常去捐助他 因为管仲家境比较贫寒 那么他参军打国仗 但是呢 他每次冲锋都在后面 逃跑的时候又在前面 他又做过一些小官 但是呢 每次都是因为架工济私被免职 所以他这样一个出身低卑的商人 你一个年本职工作做不好的人 战场上的逃兵 居然被任命为齐国的国相 开始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这不是开玩笑吗 好在就好在这个管仲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一个小商人 是一个精明的小商贩 就跟我们今天李克强要搞这个地摊经济一样啊 他也是摆地摊出身 所以管仲这位为齐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就为齐桓公这位总加速师拿出了一套改革的总路线 这个改革总路线说起来就八个字 比较简单 富国强兵 职产经验 等一等 大家听听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啊 对的 这就是2500年之后 日本在做明字维新的时候提出的改革目标 但他除了这八个字以外 还有四个字 富国强兵 职产经验和文明开化 这是日本明字维新的目标 那我们今天不谈明字维新 我们谈的是管仲改革 那么这八个字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齐桓公最想要实现的目标 其实就前四个字 富国强兵就行了 对吧 但是富国强兵 就是他要达到称霸的目的 他向管仲求教的一个原因 管仲说哎呀 大王你别猴急嘛 因为称霸之前 富国强兵之前 我们必须要干嘛 职财经验 我们必须有钱 我们必须把经济搞好 我们才有钱去招兵买马 才可以去成就一番霸业 所以管仲这个思路还是对的 我们先搞经济 包括上央在三百年之后的改革也是这样 他第一首先要做的是 他要调整经济政策 他要把秦国的粮食产量提高上去 但是齐国它有个好处 有个便利的条件是什么 他靠海嘛 有一句话叫靠海吃海嘛 所以管仲这个人非常精明 他立马想到我们要大力开发海洋资源 所以管仲呢 他认为要想称霸 就必先先要去强兵 要向国富富国强兵 他的改革逻辑就要凡治国之道 必先复明 作为一名商人 理财是管仲的强项 是吧 他是很喜欢去那个精打细算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改革重点是什么 加强经济领域的自由度 把经济搞活 为了解决这个名副的问题 管仲提出了六星之策 这个具体的我不展开 我把这个读给大家听一下 第一个叫后期生 第二个叫书其财 第三个叫宜其利 第四个叫宽其政 第五个叫宽其吉 第六个叫郑其穷 郑其穷是中国古代很少有的 福利制度 也就是在管仲齐王公改革的时候 他提到了这个福利制度 国家来养老 在当时的公元前七世纪的奇异国 曾经有一段那么时间是实现过的 凡是连满七十 不知道六十岁的老人 从国家可以拿一部分养老进 这是有过的事情 所以这六星之策之后呢 他全面搞活了这个秦国 齐国说错了 齐国的经济 鼓励生产 减轻赋税 调节贫富 加强秀贿救助 等让百姓们富起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做生意摆地摊 经营特产 来大力促进手工业和商业 管仲他最大的好处他是一个商人 他知道无商不服 我们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 我们齐国靠海嘛 我们可以干嘛 赛岩嘛 岩是当时的生活必需品 是吧 所以他推行自由贸易 鼓励消费 这些政策都是商人特有的一种精灵 我们要引导这个诸侯之间的这个消费的风范 我们要搞这个林芝 当时齐国的首都 时装周 我们要设计出新的服装 让各个国家的这些达官贵人到我们齐国来买好衣服 他说他这个管仲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很超前的 所以作为2600年前的一次综合性的经济改革 技术层面上是有句话时代的先进行 管仲看得特别远 他看到了市场 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生命力 而通过这些措施 这个民富是很快实现了 齐国的经济得以繁荣 但是民富不等于国富 齐化工的目标要求的是国强 富国强壁 那么在缺乏有效的分配制度 和国家的财政制度的前提下 社会财富 他大部分是留向贵族手中的 留向那些管事的人手里面 是吧 达官贵人 齐化工的目的是要进国库 那怎么办 管共生之道 管众生之这个道理 所以他在搞活经济的同时 提出了市民分业 观商海和盐铁专卖的这种垄断措施 今天有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我解释一下 市民分业就是市工农商学市 就是把这个民家 把这个民间社会进行行业划分 是吧 你是从事工商业 我是从事农业 你是从事商业 你是从事这个其他的行业 叫市民分业 就是今天的产业政策 就今天的这个 叫户籍技术技术身份制度 这个还不算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我觉得里面是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官山海 官山海这两个三个字怎么写 是当官的官 山是山林的山 海是海洋的海 什么叫官山海 官山海的意思就是官府垄断经营 山上和海里的特产 你老百姓想吃海里的带鱼是吧 可以 可以吃带鱼 但是你得多交税 盐铁专卖 这个在汉武帝实习也有 山洪阳 有个盐铁付 盐铁税 大家能理解 也是这个道理 什么意思 他也是采用管中的经济学 把盐和铁这种生活必需品 因为盐是每个人必须要吃的 而铁是当时熔业生产的第一要素 铁器 那个龙根 需要那个梨上要套那个铁梨 他把垄断起来 你要去买是吧 可以 交税 多交税 这就叫盐铁专卖 这个官山海和盐铁专卖 就使国家增加了大量的额外收入 来补充国库 大家明白了吧 这实际上是一种垄断 就跟今天的烟草专卖 就跟今天的忠实化忠实用一样 而且这种优良传统一直传到今天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去买化妆品 我们去买这个进口车 其中的税占到了一半以上 而且他这个国家就是天朝他从来不把这个税占多少标出来 我在荷兰买东西 这个东西税是多少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 他都把它标的标出来 一般的这个像这个食品的消费税是百分之九 像这个衣服什么的消费税是百分之二十一 他都把它标的很清楚 在你的发票上有 但是在管仲和这个他的经济制度的继承人眼里面 这个就没有那么详细 他有一种叫让消费者割肉 不知道肉疼的这种感觉 所以使中国人的赴税指数 自管仲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全世界最高的 割韭菜让韭菜割得很舒服 这也是从管仲就开始 所以这个盐铁专卖和观山海 它充满了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特色 各位都明白了 那你把这个盐和铁刻意重罪 这不明白人去割韭菜吗 那么复国做完之后 下一步干什么 抢兵嘛 那么重商贸易提供了经济基础 为齐国的军事建设提供了必要前提 管仲也可以开始进行军事制度改革 不仅扩充了军备 而且从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 其实是最高的齐盘工对军队的控制力 他怎么做的呢 因为当时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春秋早期 包括齐国和其他诸侯国 他都是什么都是封建制度 封建关系是吧 最高的职货天子下面是诸侯 齐盘工是诸侯 那下面是什么 大夫 大夫下面有什么 士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延伸的等级制度 而且他跟大夫之间是有一个封存封军关系 他要把他的土地封给大夫 大夫再把他的土地封给士 士再把他的土地给农民去种 最下层是那些电容和没有身份的龙奴 所以军队也是这样 因为当时军队是由这个 这个普通的这种农民和这种 乡里乡亲的这种民兵组织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当国军对外用兵的时候啊 这些诸侯 这些大夫还要跟国军讨价还价 就跟我讲的那个欧洲中世纪史里面一样 法安息国王要伯爵们出兵打仗 那些伯爵不肯 为什么 那些伯爵腿比他还粗 不踩他 不了他的 这种形式还尴尬 所以齐帆宫要解决这种问题 他才有可能 承拔 是吧 那怎么做呢 当时的管仲的 这个方案也是后面商鞅学习的 他叫乡里建设 乡里这两个字就这样来的 他把齐国分成了15个乡 因为齐国不大 当时就山东半岛 山东半岛的北部 山东半岛南部还有陆国 还有旅国 北边还有燕国 他把每个乡分成10个连 每个连分成4个礼 每个礼分成10个鬼 每个鬼分成5户 我们现在讲了有很多东西都从这边来的 是吧 乡里连户 都是从这边出来的 如果每户增兵一人 那么每个乡就可以增兵2000个人 把五个乡的兵员集中在一起 就1万个人 各位能理解了吧 那么全国总共有多少个乡啊 15个乡 那么三五一十五 全国就可以动员 五万 说错了 三万军队 五个乡一万 15个乡三万 那么一万人是一个军 那么三万人就三个军 军也是从那里来的 这是什么 这是典型的军事户籍制度 看过世界史的朋友都知道 当时古典 雅典 就是古典时期的希腊社会 有一个城邦 叫斯巴达 他实行的就是这种 类似于这种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制度 所以管仲这种改革是有军国主义特征的 那么这样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习国的常备军就比其他的诸侯多很多 平时就是三万人 他动员起来也非常简单 这个数字在后面战国时期可能不值一提 因为战国像那个秦赵长兵之战 我们知道 动不动就是上百万人 赵国这边四十五万 秦国这边五十五万 上百万人 当时春秋时期早期的战争规模没那么大 三万人在当时诸侯之中的军队已经算特别强 一般来说动员不到这么多这么大军队 而且当时也没有那种大规模的军团作战 都是战车 三万人的战车部队也是非常可观 所以按照这种军国主义制度 军国制度的这种相拟制度 增兵上来的这种兵 他就跟普通的诸侯国家的兵是不一样 而且他的兵源不是被贵族垄断的 而是直接归中央政府管上 而且国家还给这些打仗的人 你立的军功还给你发钱 还给你减轻赋税 所以这样一支军队就被牢牢的控制在齐帆公手上 这个叫什么 这就叫中央集权 大家理解了 其实我们说到现在 这就是中央集权的一个本质 而后面的商鞅也跟管仲学到的这种 好了 齐帆公终于可以利用管仲为他打造起来的这支军队 去侦霸天下了 他有钱有枪 是吧 所以这个齐国的侦霸道路 跟后面的很多国家都不一样 他很少去四处侦霸 而是用这种诸侯会蒙的形式体现霸主的权威 他动不动 齐帆公动不动就召集 你们各个帮的诸侯过来开会 其中有一次在公元前六百八十一年 齐帆公在 征帝召集宋 臣 蔡 朱等四国会蒙 这是第一次他代表周天子召集诸侯会蒙 按道理来讲他跟四国诸侯是平级的 你平怎么来召唤我 这个时候齐帆公就不行了 我代表周天子 是吧 写天子一定诸侯嘛 在这次会蒙中 齐帆公打出了尊王攘仪的旗号 而受到了周天子的肯定和赏赐 周天子说你这样做的挺好的 其实你还是蛮尊重我的 其实周天子得到的是个面子 而齐帆公得到的是理智 所以齐帆公就成为当时春秋五霸的第一棒 公元前六百五十六年 齐帆公率领各诸侯国去攻拿楚国 为什么楚国不听话 当时这个楚国这个被打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他没有按时向这个 没有按时向周天子进贡 进贡什么 进贡那个曹子 没有进贡 就被他打一下 打了之后这个楚国最后还不服嘛 楚人说我不服周嘛 而且楚国而且还做了一件非常过分的事情啊 他们自己自称王啊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其他诸侯都称公 齐帆公啊 秦牧公啊 是吧 宋相公啊 唯独这个楚国称王 楚庄王 王只有一个人能称是谁啊 是周天子 是吧 所以这个楚国一直是这个 反正他在南边 是吧 南蛮 中原诸侯也看不起他们 秦国的情况也一样 他在西边 西 是吧 东夷西龙 我也看不起你 一样的 那么秦牧公在位42年 真正的打仗的对外打仗战争只有两次 一次是保卫燕国打退了三戎 还有一次是保卫行国打退了敌人 是吧 而主持诸侯开会会盟有九次之多 然而齐国的大业只是昙花一现 公元前644年管仲去世 临终前管仲向齐帆公推荐的豹书牙 他的好兄弟 也是齐帆公的老师 不巧的是 豹书牙就在这一年也随齐帆公而去了 不说说了 也随管仲而去了 第二年齐国就发生了雷乱 老若病残的齐帆公被软禁起来 整整67天 最后是活活饿死 一代霸主 最后沦落到这种地步 让人唏嘘不已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说大家话挺长的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这个制度建设的原因 管仲改革很多是能制 而不是法制 许多改革措施 没有像商鞅变法这样 比如军工授解制度 比如护解制度 比如航务联助制度 把这种制度做到底 让法家的这把刀 磨得光参参 也许齐国就能成功 我觉得呢 这个也是 说的是皮毛不对的事情 管仲奇迹为人实现 更重要的原因是跟改革无关 管仲虽然善于理财 善于经商 善于把齐国打造成一个商业帝国 但是这种建立在 君主专制基础上的这种强政 他始终跟君王的个人魅力有关 对吧 我们总是说这个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老子是风光无限 儿子是一个窝囊包 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所以齐国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强盛的这种情况了 齐桓公的霸业一世而终 齐国拥有大量的战车 拥有大量的军队 三军三万人 但是无法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 这也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弊端 管仲也许看到了这一点 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叫立出一孔 这个立出一孔的思想 对以后的商鞅影响很大 对以后的法家也影响很大 这个立出一孔强调国家对百姓 和一切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 听我话的人我赏你饭吃 不听我话的人我让你闭嘴 就像共产党对付我一样 你说话是吧 我挺你的薪水 我让你吃不了饭 我看你恶极的你老是不老是 所以法家的最根本的思路是 强调百姓必须要依靠于政府 他的所有的一切都由他的政府来掌握 分配和给予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华夏社会的一种变态的情况 因为在正常社会不是这样 我们看看当时同时期的雅典 是怎么一个情况 在古代雅典社会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为国家而战 所以小小的雅典联合希腊城邦 曾经两次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 保存了古代民主制度的成果 所以在一个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盛行的社会 很难控制人的思想利益和欲望 自然也很难控制人的行动 因为希腊人他是讲究民主的 雅典人他认为民主是古老的传统 而专制是波斯人强加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进行这样一个横向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要认清楚 看中国历史一定要有一个世界视野 我想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齐桓公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管这种法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是在于君主专制的制度平静 在于镰刀和韭菜的同床异梦 我们同时要看到横向比较 华夏与主流文明社会之间的差距 齐桓公去世50年之后的公元前594年 古典希腊已经开始运行民主制度了 雅典的苏仁以其威望和攻击 当选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 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 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 苏仁改革是雅典城邦 来自整个古代希腊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次社会政治改革之一 他为雅典城邦的兴盛和富强开辟了道路 奠定了城邦民主制度 也就是古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虽然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但是他的政治逻辑 还是法家那套祖传的看家本领 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路径依赖 而且还有两个非常比较差的核心基调 也被以后的法家继承下去了 那就是法家定格下来的 利出一口和大政府无社会 注意我的区分 大政府无社会 法家的终极目标是 政府要足够强大 脸税一切反对者 像我这样的异议人士 而做到无社会 听起来有点毛骨手蓝 他在法家的眼里 他是不需要社会的 这也就是商鞅后面为秦国实现的大政府无社会 这个促成了最后华下的统一 作为法家的先驱 管仲有很多措施被三百年之后的商鞅所借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个 我刚才讲过了 利出一口国家垄断经济 和军国主义的户籍制度改革 而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 打破血缘身份等级制度的军工授决 这个确实是商鞅的原创 这一招让秦国变成了户狼自国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时间多讲了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春秋时期管仲改革 这是一场具有君主专制背景向的 重商主义带来的脆弱霸业 虽然管仲帮助齐帆功成就了霸业 但是他的政治逻辑 还是法家的看家本里 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 利出一孔和大政府无社会 可以说法家的成功 是整个华夏所有旧菜的悲哀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一次来谈 秦孝公与商鞅 请坐下转基本上 视频观看